各位先生好 又是我Kenny Layman 和大家吃下一些马场花生 看看有没有骑恋访问 和大家速报速报 今天4月5日 有两场二级赛 其中当然是引人目光过一场 就是有一场主席锦标的1600米 为什么呢 由阿摩两届的马王美丽全城 配上潘顿 上场美丽全城 就在阿摩换过配备之后 已经是重新交出头马 阿摩就说我专专 就在操练里面 就改少少手法 去给美丽全城 增强他的自信心 上场美丽全城 就赢了马回来 今次又遇到他的水死对头 就是蔡若翰那只夏威夷 夏威夷自从赢了马之外 已经是小休了一轮 不见了他 美丽全城上场赢马的时候 因为夏威夷在休息中 蔡若翰说特意被他休息 在夏威夷没有出赛之后 美丽全城就赢了 那个千四米的女王银熙纪念碑 但是今天夏威夷又出回来了 究竟 美丽全城会不会和夏威夷两只 重新又困出火花 美丽全城 在夏威夷出席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反先到这种夏威夷呢 其实近这四次 这两只马同场的时候 都是名次上来计算 都是夏威夷压过美丽全城的 自从阿摩将这只美丽全城 就换了配备的第一场 就是跑这个一级赛的千六米 都是要被夏威夷 赢到那条颈位回来 那次已经是斗得是相当精彩 跟着夏威夷就没有出赛的时候 美丽全城就终之就赢了马 但是赢了那场就是千四米的一级赛 而压到的对手就是 告冬尼的嘉应之星 今次这两只马又同场去较量 听下蔡若翰 怎样平自己这只旗下的夏威夷 和对手的美丽全城 真是平马平到过了界 其实这两只都是本地的一里的精英 蔡若翰是怎样说的呢 蔡若翰打咪的时候就说 他说夏威夷在一月赢了董事杯之后 他就专专给这只夏威夷小优 就养回体力了 他说近期已经配合回加强操练 并且有找雷神去试过货杂 小弟也有报过 雷神曾经有条片那里都说过 就试完这只夏威夷里面 之后雷神是怎样评价这只夏威夷 那蔡若翰就说现在这只夏威夷的状态 是已经够fit去迎接今场的赛事 美丽全城第一次换配备的时候 就是夏威夷赢他一条颈 上次夏威夷没有出 就美丽全城赢马 今次又再碰头了 蔡若翰就这么说了 他说他希望夏威夷今次呢 在这个吸制赛里面呢 可以再交到进步表现 哎呀如果没有进步空间 会不会再交到进步表现呢 那么他说 虽然呢 夏威夷呢 就曾经四度呢 就可以压倒这只美丽全城啦 蔡若翰说的 不是我黎文说的 蔡若翰就说 但是呢 他仍然都是对着这只美丽全城呢 视这只 马王呢 就是一只主要的头号对手 他说美丽全城啦 在蔡若翰自己的心目中呢 都是本港当今最强的一利马来的 他觉得最强的一利马是美丽全城 他说他美丽全城的赛绩是超卓 他说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那么这只夏威夷就小优再出 就功夫就做足啦 那么蔡若翰就说 希望在吸制赛里面呢 可以交到更加进步的演出 那么至于投不投注这只夏威夷的 那么当然各位师兄都要在排位表那里 量一量它啦 虽然出马就少少的 那么但是罗富泉呢 那么也有两只在的 那么跟着的 高东尼呢 也有两只在的 反而呢就玩惯马海战术的 阿摩和蔡若翰呢 就各出一区就比较特别啦 那么说开又说啦 说到啊 现在的联马斯啊 在龙虎榜排 第二位那个就是我们的吕建威啦 那就是自从华人 铁三角领了三冠的金枪六十 吹起来的 吹起来的 然后沉迹了一两期赛事之后呢 上次就弄了一只转仓马出来 林场疯狂落飞 那些格子打到不止是啡色 直到黑色的 哎呀 终于又搞了一场投马出来啦 那么现在呢 陆后尧本辉呢 是一场投马这么多的 那么这次呢 5号的赛事呢 那么呂建威出马就不多 只有三只马上阵的 那么有一只呢 跑八场四班千二的 非凡魅力呢 那么这次呢 就过来田草那里玩一下啦 那么这只非凡魅力啦 在香港其实呢 出过五次赛呢 都是在谷草那里上阵的哦 那么这次呢 就过来田草啦 那么就配回何宅瑤 执过一档哦 那么这只马呢 就上场呢 就突然就 除了头罩之后呢 就是不是除了头罩啊 就是戴了头罩之后呢 上场就加多个眼罩下去给他呢 那么就无形中 就令到这只马呢 执着过一档之后呢 就摆得好像跟得比较稍 就是比以前 往常就前了一些啦 那么这次呢 就突然间呢 有个部署就过来田草那里玩一下千二米啦 那么如果呂建威可以解释一下 那当然更好啦 那么呂建威搏麦的时候就这样评价这一只 这样的非凡魅力的哈 那呂建威就说啦 他说非凡魅力一直以来的表演呢 他说这只这样的东西 他说是学习的时候呢 是比较慢热的哈 就是哎呀 都不是那么容易 他得着 兼学得快啊哈 学习上面是慢点的 他说但是每一次呢 这只非凡魅力出赛呢 都会有一些的进步啊 他说可不可以交到好成绩呢 就要看一下这只非凡魅力呢 在本身竞赛中学习的时候那个进度啦 他说上次非凡魅力呢 就除了 即是呃 在个头罩里面再加上个眼罩上阵啦 那么 非凡魅力呀 吕建威说加完个眼罩呢 他说效果是不错的 那么最后回到来呢 吕建威呢 只不过是半个马位 就跑过第四回来啦 他说今次转了个场地啊 那么当然呢 是有一些未知数在那里啦 但是吕建威都说啦 就看一下这只马可不可以拿到突破 这样说啦 那么这只马呢 上场呢 就是配阿田泰安的嘛 那么前一场其实都是何宅瑶騎开的 但是因为呢 上场的何宅瑶呢 就要骑赢了马那只喜胜驱呀 那么赢马的就是何宅瑶的喜胜驱啦 那么这只非凡魅力呢 就只不过赋于木火同名同妈宝 跑过耿颈四回来啦 那么这次呢 就转回他前一仗骑的骑师 何宅瑶哥哥 那么这只 那么何宅瑶騎这只马啦 骑过三次那么多啦 那么其实呢 人马方面呢只不过是骑过一次第四回来啦 那么其中有一场赛事呢 都是跑过第五就输了三个马位啦 那么呂建威就说啦 这只野鹤野又比较慢的 那么看一下转过场地 可不可以拿到一个突破啦 那么至于投不投注这只非凡魅力的 那么 那么当然各位师兄要自己去认识他啦 那么讲开又讲啦 那么韦达十三少季初啊 那些成绩就红红声啦 那么但是近日呢 那个摩打好像就慢了下来 那么究竟是不是马房在这里回起啦 那么今天呢 就拍五号的时候呢 那么莫雷拉呢就会在第一场呢 那场四班直路一千米呢 就骑着韦达那只初出马叫做八心之威 那么这只马呢 其实呢 已经试过几次闸呢 才出来上阵的哈 那么之前呢 贵宗那段时间 韦达那些新车落地马 影真劲的哈 一落地就赢马的啦 但是就近日就好像就失息了少少啦 那么试了四货集而来啦 那么今次啊 但是呢 第一次出赛呢 那么在直路里面 就执了一个不太好的档位 就是二档啦 那么但是莫雷拉拨咪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跟公众马迷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莫雷拉呢就认为呢 这一只这样的八心之威呢 是可以克服到这一个二档的阻力啊 那么详细啊 听听莫雷拉又怎样说啦 莫雷拉拨咪的时候就说 他说八心之威呢 最近那一次由我自己的屁股 骑上去就是莫雷拉 那么试菊草一千集 不是直路是菊草一千集 那么他说呢 就这只这样的八心之威的速度 就是非常之好 就是够了快啦 前速 他说对于他今次跑一千米直路赛来说呢 够速度呢 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优势 那麦雷拉就说啦 他在神货的时候呢 那么好听到这个刹骑的指示的 就是怎样给这一只马呢 那只马都接收得很快的 不会听错指示啦 那麦雷拉就说呢 他都未曾犯过错的 即是未曾过收错的命令 那麦雷拉就说呢 他相信这一只八心之威的质身马呢 是可以透过竞赛去学习更多东西 就是可以学习更多东西的 他说既望这只马呢 是会不断的进步来说啦 那麦雷拉就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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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够了上升的 他说只要这只马上呢 可以发挥到他锐利的前出 尽早已经是咬到的好位的呢 那麦雷拉认为呢 虽然是二档啦 这只八心之威呢 仍然有望呢 是可以交到水准的 那麦雷拉这一场马呢 其实有第一场呢 已经是有几只马呢 都是一些伤患马初出啦 那麦雷拉的直路专家呢 亦都有不少的哦 那麦好像上次一出直路 就已经有十二马啦 那麦贏过马 兼真是专家的 还有一些二话不说啦 那麦八卦都近过来的 那麦上场一出跑 一千直路跑过第四的杨明星啦 那麦这一些呢 甚至乎呢 战虹三千都是的 都是这些都是属于直路专家来的 那麦这只八心之威 执过二档啦 但是就强配到拉肃 试了四货杂才来上阵啦 那麦各位师兄认为 拉肃和这只八心之威 执到他的二档 莫雷拉就说 应该可以够 凭他的速度呢 是可以克服得到 那麦各位投不投注这只八心之威的 那麦当然各位要量一量 排位表 和各位师兄就要自己去定谱啦 progressing to习 那麦 та麦